小编每天都在努力制作视频,支持小编请微信扫描二维码。您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,谢谢。 岛内网友,猪肉梗那位是不是想学榨菜歌走红? 继日前出现榨菜歌,屡屡爆出惊人言论台湾政论节目,又开始拿大陆肉架说事,甚至出现了所谓限肉令说法。 节目中的嘉宾生,把大陆发布的补贴猪肉通知说成现肉令,每人每天只能买两公斤猪肉。 此言一出,有网友对台美屡次出现,夸张言论的现象直言,媒体能不能有点底线。 大陆寄出现肉令说法出自8月26日,东森财经新闻的政论节目这不是新闻。 在节目中,主持人在谈及中美贸易摩擦仪式时,突然谈及所谓的限肉令说法称现在既然寄出了限肉令。 随后嘉宾林有明也接过话查,先是联系历史上的逃难情况,说,现在可能年轻人不知道,大家在吃肉的时候。 你有可能想象,你一天只能买两公斤的肉吗?林有明的身份是台湾的一名投资顾问。 在说完这些铺垫之后,他在节目中又和主持人一唱一和。 林有明,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是出现这样的状况,主持人而且要拿身份证买肉啊。 林有明,对,拿身份证买肉,至他们所说的这一现象的出处,节目中声称是大陆福建省。 除此之外,林有明还在节目中,煞有介事扯上中国大妈,说他们惨了,还说大陆可能回到粮票时代。 然而大陆福建省近日并未出台任何限购猪肉的通知。 与林有明等人说法能扯上关系的,仅有福建莆田市历程区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政府补贴猪肉通知。 这则8月20日发布的历程区发改局,关于启动我区农妇产品评价商店销售机制的通知提到。 自2019年9月6日起,对部分评价超市销售的腿肉、调肉、精瘦肉、排骨等四项猪肉产品进行价格补贴。 居民凭身份证每人限购两公斤,每公斤补贴四元。 根据通知中提到的内容,其所指的是,莆田历程区市民每人购买两公斤之内的猪肉产品,可享受补贴。 所谓的不能买超过两公斤的肉,实际上指的是超过部分不予补贴。 这不是新闻,这是胡扯。 在境外视频网站上,林有明等人夸张解读,误读大陆通知信息,甚至传播错误信息的做法,被倒内网友如此吐槽。 媒体能不能有点底线,我要吃块排骨压压惊。 还有人讽刺,这个节目全部靠猜。 更有人结合日前,在两岸网络上,被议论的的榨菜哥黄世聪,评论称,猪肉梗那位是不是想学榨菜哥走红? 同样傻得刻意,但是这个显得比较低级。 此前,台湾名嘴黄世聪曾在岛内另一政论节目,一本正经发表大陆人连榨菜都吃不起言论。 因为论调太夸张,他因此走红,还开通了微博账号,又收到了来自大陆的满满两箱茯苓榨菜。 有网友也借此调侃他,说这句话是为了骗榨菜。 不过也有网友贴出黄世聪,此前在岛内节目中,污蔑一国两制,是毒药的言论。 直指黄世聪是支持台独的双面人,还有网友喊话黄世聪,你是不是台独? 能不能正面回答一下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